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避世定理 我上回还没讲到这边对不对 避世定理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学的时候 是我们用国立编译馆的书 所以没有那么复杂 就一个就是避世定理 那么现在又有什么汉林本 什么南伊本 所以有的讲避世定理 有的讲沟谷定理 有的讲商高 就变成说 小孩子说我要讲避世定理他就不懂 他以为说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对不对 那就是Pathagorean Theorem 好 那我问你 我想问你 什么是避世定理 老师们 什么是避世定理 可以告诉我吗 到目前为止 你所知道的避世定是什么 一个老师不是只有知道避世定 你要知道这东西的knowledge package 要扩充 你的knowledge 那个package就是你的认知 要比人家更多 你懂得要比人家更多 你懂得要比人家更多 什么是避世定理 我讲到避世定理 很多人就怎么样 A squared plus B squared equals C squared 对不对 A平方加P平方C平方 对不对 那这是一般大多数人的想法 对不对 可是老师不行这样子 老师要懂得更多 老师要懂得更多 有没有 要懂得更多才能够站在舞台上面 讲台上面 你不能只说A平方加P平方 等于是C平方 还有没有什么 可以告诉我 有没有 有 有 是吗 有两股平方合的一些 两股的平方 两股的平方 直角三角形 很好很好 你看 所以什么是建构教学 建构教学就是一个一个把你问出来 你知道吗 问到说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个 不够的 这个我再补充给你们 这代表我的功力 你明白吗 那 Teachers Knowledge Package就是要这样子 慢慢慢慢慢慢去结合在一起 OK A平方 加P平方 E equalC平方 A代表什么 A代表什么 另外一个 一个 边 B呢 另外一个边 C呢 斜边 斜边 对不对 我们慢慢的把那个定义出来 我不马上把定义给你 可是我们慢慢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定义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A是什么 B是什么 C是什么 好 接下来呢 一定要在什么三角形呢 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在直角三角形 我们就会发现到 A平方 B平方 C平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问大家的那个 那个 啊 B式定义呢 的课程 你觉得B式定义的课程 大概几年级可以学 大概几年级可以学B式定义 你说小五 然后呢 还没有 小五 然后很多人学B式定义好像都是从 国中才开始嘛 对不对 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是从国中开始 那事实上B式定你可不可以在三年级学 或四年级学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三年级的数学呢 这是四年级的数学呢 中年级就可以学了 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 他可以学到更深度的东西 可以 学到 证明 知道吗 可以学到证明 那高中可以学到更多的几何证明 不是说 这个 B式定义就从国中开始学 没有没有 三年级四年级就可以基本的概念 可以告诉他们 知道吗 好 那我再问你们有问题 B式定义有多少多少的证明 赶快猜一下嘛 一千多 一千多 有点多 三十几吗 三十几还太少 太少 一百个 一百个还太少 三百 三百 三百快接近了 三百 那个 还太少 三百五 三百五快接近了 四百 四百 就四百多种 四百多种证明 是一本书啊 那为什么人类会发展 发展B式定义有四百多种 这个就是什么 Beauty of Math 就是数学它最漂亮的地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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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B式定义只有一种证明的话 那代表是什么 这个国家是什么 只有 只有一种思维 对不对 不过anyway 四百多种就是代表说 很多人用不同创造的方式 然后呢 去把它证明出来 对不对 你没有觉得很 很 很好 对不对 那么你觉得 哪一天呢 你的小孩 要告诉你 老师啊 我又发现了 四百零一 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教学成功 对不对 教学成功 然后为什么我说 那个 B式定义它可以 它可以在 我刚刚也 讨论到这个 那个 definition 叫说 一定要在 那个 直角三角形的底下 我们 A A平方 就是A的 就是一边的平方 加上另外一边的平方 再加上斜边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叫B式定义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图 你看一下 这就是 毕德阿哥拉斯 它生长的地方 在 希腊 你看希腊 这个船 好像有悠闲 这个地方叫萨摩斯 那地标 我也帮你标出来 就在这里 大概只有这个地方的人 没有太多车子 他才会去想到B式定义 他都摩托出了的时候 你是想不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给自己一些空间 说不定哪一天 你就发明 另外一种定理出来 对不对 要发明定理需要 需要脑袋去 要安静一下 那B式定义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这边就有 这个 他当他发现这个东西 在一百多年前 中国就有 中国就有 然后呢 在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用B式定义 为什么 它就是太好用 它就是这么好用 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现 埃及有没有发现 有 日本有发现 每一个地方 印度有没有发现 都有 都有发现 然后 为什么呢 这个B式定义 为什么讲说Pathagorean 那就是因为 它把它写成教科书 把这个东西定义 介绍给西方的世界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东西 称为B式定义 那我们 我们中国叫做 勾股定义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 我们早就有 对不对 我们早就有 所以呢 嗯 嗯 在Tapagorean 什么时候 汉朝的时候 就已经有 这个 这个 汉朝的时候 就已经有 勾股定义 这个东西 然后在印度呢 它叫做 Baskara Theorem 这个印度也有 代表这个定义 是多么重要 然后呢 我刚刚提到说 课程 小学阶段可不可以 小学阶段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小学阶段可以啊 好 譬如说这个三角形 对不对 这是 3 4 然后5嘛 对不对 当小学生 他会 学乘法 小学生会不会3乘3 小学生他会不会3乘3 会啊 小学生会不会4乘4 会啊 小学生会不会5乘5 会啊 所以呢 欸 3乘3 几格 9格 4乘4 几格 16个 5乘5几格 25 所以你把 可以让他动手去做 或动手去 count 去 就可以知道说 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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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加上这个area 就是这个 这个 这块区域 加在这块区域 就是这个 这个区域 对不对 三年级 可以 三年级可不可以学 可以啊 可是 你看我们 我们的题目 你仔细看我们的题目 在99乘法表里面 有多少 多少 多少 99乘法表的 那个题目 有跟几何 跟这个都连贯 很少嘛 对不对 那实际上area 这个东西是很 很重要 很重要的介绍 我们通常 在那个 你仔细看那个小学 中年级的教科书 他三乘三 也许 就很少去介绍area 就是 我有三颗 他们用groupsup groupsup 就是用 意思就是说 我有 我有三颗球 三颗球 我分三堆 总共有几颗球 对不对 都是用groupsup meaning 那事实上area meaning 这个就是area meaning area meaning 很少介绍 我觉得area meaning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中年级就可以教这个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甚至呢 我在 我的班上 我那 每个人 像我教大学生 研究生的 我也上研究生 也让他们教 我叫他们去拿纸箱过来 像塔克 纸箱 那我们来做什么呢 有没有 我们通常呢 去做纸箱 把纸箱呢 把纸箱呢 把他做 醬子 做醬子 我应该把它拍照 放到我辦公室 然後那紙箱把它堆起來 紙箱把它堆起來 這個紙箱 這邊是紙箱 這是一個紙箱 然後呢 我把紙箱 這樣子 這個紙箱的 高起來 然後我把它 放一些Jero beans 我放一些糖果放在裡面 我把它鋪平 把它鋪平 把它鋪平糖果鋪平 把它鋪平糖果鋪平 然後我弄一個三角形砸 給它打開的時候 把它通通掉下來的時候 通通會鋪平 那動手去做 有時候很好玩 就玩糖果 然後呢 他們也學到B式定理 好 那回到這裡你看 A square就是代表這個area B square就是代表這個area C square就是代表這個area 好 Here 我們來看一下 我找到一個非常棒的 那個 那個 YouTube 那個YouTube這個東西 一秒鐘就可以讓你懂 那個 那個 Pythogorean theorem 我喜歡這個 讓你們看一次 A平方加B平方 等於呢 C平方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 想想看 它用水 可是我用糖果也可以啊 或者是用那個 豆子啊 綠豆啊 紅豆啊都可以啊 是不是 然後把它倒回來 把它倒回來 然後假設我把這個 紅豆把它鋪平 然後把它拿掉 我這個做一個可以動的 就把它拿開了的時候 我豆子跑到這裡來 剛好可以鋪滿 對不對 教具嘛 如果說我們沒有那麼多錢去做這個 可是我可以用紙箱啊 廢物利用啊 來環保 對不對 齁 事實上紙箱可以做很多東西喔 我用紙箱來做 做一些教具 做一些理想的 的 做一些 大貨的 真的 做一些 climbed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